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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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這裡的貓店長 豆豆 我有一個特別的技能 就是撞額頭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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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歲 豆豆 六歲 好像 不是 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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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撿回來的時候很臭 整身都髒水 油漏漏 給附近的寵物店洗澡 洗完澡 寵物店的仕頭婆看到他很帥 就問我可不可以給他 我自己都很喜歡 然後我就保持住了 我媽媽睡冷覺就抱著他睡 睡了都睡到兩三歲 所以比較似寵生嬌 對 真的好 怎麼說呢 性格比較高豆 而他就是肥仔 他是年紀最大的一個 他今年已經18歲了 肥仔是走失的 肥仔還可以 肥仔來的時候 因為他有條貓帶 上社交媒體找主人 找到了 到一個星期後 他主人打來 我打算叫他抱走 他抱走 走不出門口 就跳回頭 抱了幾次都走不出去 然後他 你不要我了 然後主人很傷心 走了 肥仔就留在這裡煮 肥仔在這裡 每個人都拍得上 不過不是摸的 不是那麼喜歡人摸的 肥仔 他有些位置不讓人碰 他一碰他會反撲 想咬人 他喜歡拍照 他很有趣的 他擺了姿勢 叫你拍的 有時候可能來買東西 他就知道 一拿電話 他好像 什麼事 一拿電話 他好像很縮目 很想別人注視他 咪姐 還有一個美女 Mimi要介紹 他就是最沒有脾氣的親善大使 他跟肥仔一樣 都是自來貓 自己走進來店裡 都親客 Mimi特別喜歡男生 Mimi看到男性的客 通常買花束給女朋友 會坐在這裡一會 要等的 他就坐人大腿 不用叫 自動球跳上去 主要 女生也有時候有 但男的比例 八比二 八個男人兩個女人 她特別喜歡坐男人大腿 Mimi Mimi本身在外面流浪 我只是餵她 那時候餵流浪貓 有一天不見了她 她失蹤了一個星期 她回來的時候 應該是生了 看得到她生了 看得到嬰兒有血 而且被人摺了耳 一二公束 撿了嬰兒 把嬰兒拋棄回來 那兩天前 撿了嬰兒回來 但嬰兒是在吃奶 那時候 我不會餵奶 不懂得餵奶 不懂得餵奶 未能餵奶 自己在外面 回到外面 走進來看見有嬰兒 餵我的嬰兒 雖然我們都很乖 不過有時候都會發起媽媽脾氣 搗亂一下 那幾年是打爛很多東西的 打爛過那些花瓶、花盆、碎料 打爛過佛像 泰國請回來的高增佛像 有時特地跳到花上 你不知為何它走在地上走到的 但是放了那些花在那裡 它不知跳下去 一桶康乃興那些一跳就沒有了 一桶可能有三十個小宅的開岸興 沒有了一半 全部掉下了頭 沒有 我不生氣 我不懂生氣貓的 我真的拿來寵貓 這件事我本來不是那麼大方 如果客人弄壞我的花我會叫他們賠錢 但是他們就OK 我完全是接受的 是啊 還說你壞話 說你壞話 罵我說他壞話 除了我們三個之外 媽媽還救了不少貓 還接收了其中五隻貓 不過牠們就比較害怕人 所以牠們就在倉庫上住 是這十幾年人 三十幾隻 其實經常都撿到的 多數 十句其九 有些就懂得向著我們跑的 牠們可能都知道花店會接收 有些找領養 有些給義工 以前放在Facebook很多 幾年前 那時候找人領養 或者幫義工買二賣 或者給東西他二賣 做到這些便做 我都要盡量做些簡單 我這裡很隨緣 完全是佛系地接收貓仔 貓仔來我就夠了 開心得很多 因為以前做事 這裡很急的 做事 而且總之很大壓力 但牠們在這裏有時調節一下 好像快爆的時候 咪咪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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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牠們吃東西的時候 整個人很開心 在露營食譜 無論是想享受玩 或是帶齊裝備去露營 都總有一款CAM style適合你